第242集 同意 安南国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是场灾难 比如兵部尚书袁平侯江梁 和主帅有关系的张家 还有当初举荐那位主帅的其他武官 他们都没有逃过皇帝的责马 对于其他人则是个机会 比如顾元涛 顾元涛的势力一直无法渗透到兵部 没有兵力作为后盾 在朝中再显赫也显得担保 半君如半虎 要是皇帝哪天过河拆桥 顾元涛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可他是书生出身 那些武官根本就不搭理他 要买不到人心 而这次是个好机会 可是他没本事表现 虽然他知道 盧阳王有六万户为君 却不敢利用 一来顾景之和盧阳王尚未大婚 顾家和盧阳王的关系不是很牢靠 二来太后太过于重视盧阳王 一个不慎就得罪了太后 一旦利用不好就功亏一篑 连顾景之的婚事也要搭进去 得不偿失 皇帝是孝子 太后是万万不能得罪的 如今顾景之居然主动来说这件事 不由叫顾元涛大喜过望 他总觉得三房因为跟老爷子亲近 对顾元涛和顾家总保持一种隔岸观火的态度 从来不想救急 这次老爷子居然大发善心 顾元涛又想起上次大夫人说 老爷子安排了一出好戏 替他跟向良讨了个保命符 老爷子是不是人之将死 心也善了 上次那件事 顾元涛还怀疑老爷子别有用意 可加上顾景之今日来说的这件事 就让顾元涛相信了 王府惠君的事 到底不能由咱们去跟皇上说 顾元涛笑着对顾景之道 还是要王爷自己去说才妥当 顾景之则想了想道 可王爷他懂什么 他去说了 皇上也知道是咱们家的意思 还不如大伯去说 顾元涛则了一声 到底这层窗户纸 别通破了才好 皇上未必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只怕太后娘娘舍不得 让王爷去说 至少太后知道 王爷是心甘情愿的 皇上也不至于在太后面前为难 我再敬 我再悄悄变顾 顾景之 欧了一声 忙到事 顾元涛这才请他坐下 一点一滴教他如何行事 如何让卢阳王进宫 把这个意思告诉给皇帝 又隐约代除顾家 却不至于把顾家全部牵扯进来 顾炎涛的如意算盘是 将来有功 皇帝不至于忘了顾家在这中间出谋划策 万一不慎惹祸 也不是顾家被骂名 还是卢阳王挡在中间 他见顾锦芝一脸赞同 心情极好 他反复叮嘱了几句 才放顾锦芝离开 从老宅出来 坐在马车上 朱仲军才问顾锦芝 你大伯怎么说的 跟咱们预想的一样 顾锦芝道 他知道这里头有甜头 就想也没想 答应了下来 咱们只需要一记心事 朱仲军笑了笑 你放心 我忘不了你们顾家 将来只要我上游一点势力 就不会让你们顾家吃亏的 朱仲军道 顾锦芝不免笑起来 这么快就许诺好处啊 朱仲军表情一脸 瞪他 他不过是忘情 跟着表白一番 到了他这里 却成了许诺好处 叫朱仲军分外不爽 好似没有感情掺杂 仅只是利益一样 等事情办成了再说吧 顾锦芝笑着道 朱仲军没有再说什么 他的柔情蜜语 都能被顾锦芝误解 怪无趣的 他也懒得再说了 两人一路沉默 到了家里 第二天 朱仲军和顾锦芝 又要进宫 宋帕尔这回起义了 他严肃地问顾锦芝 是不是太后娘娘身子不好啊 还是咱们家娘娘 看她的样子 问不出结果 是不肯放顾锦芝走的 顾锦芝只好把事情 往德飞身上推 道 昨日走的时候 娘娘说身子不太爽力 我替她把了脉 没看出什么 可是她不放心 叫我今日再去瞧瞧 宋帕尔见得回答得如此干脆 而刚刚明明是瞒着的 有点不太相信 既然是如此 刚才干嘛不说呢 可又寻不到破绽 瞧着女儿那水灵的毛子 望着自己 宋帕尔心已软 没有再说什么 放手让顾锦芝和朱仲军出门了 太后接到了工人的通禀 同样惊讶不已 她以为朱仲军出事了 顿时就担心起来 不承想 顾锦芝和朱仲军 是递了牌子见太后的 却先去了前亲宫 太后心里疏然不安 想 是不是皇帝让他们来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忙叫了昆宁宫的大太监 长顺去前亲宫打听情况 要是皇上说了王爷什么 你就传哀家的话 让王爷到昆宁宫来 她怕是皇帝半路上把朱仲军拦了去的 长顺忙到事 转身就往前亲宫来了 在前亲宫的大殿 皇帝正在和内阁的人商讨安南国用兵之事 听到朱仲军来了 皇帝就想到昨天自己的猜测 和方才顾炎涛的暗示 就知道 是顾炎涛暗中做了手脚 让朱仲军来的 皇帝不动声色 把内阁的五位阁佬安排下去 在偏殿见了朱仲军 皇兄 我听说国有大难 卢州素来富足 我想将护卫军 冲作增援 派往安南国 早日安国定邦 解皇兄之忧 朱仲军一字一顿 结结巴巴的说道 他说的非常慢 像是背书 而字里行间 又不是他习惯的表达方式 皇帝心知肚明的 小七和顾哥老都说 这样很好 我才敢来跟皇兄说的 朱仲军又到 把顾家点名出来 顾炎之忙的 陛下 民女不太懂这些 是王爷的意思 请教了大伯父 大伯父说 王爷人心 我们才敢来说的 顾炎之先把自己摘出来 皇帝一直沉默听着 此刻就哈哈地笑了两声 他对朱仲军和顾炎之道 哈哈哈哈 跪着做什么都起了吧 然后还叫人端了椅子 给他们坐 仲军啊 你怎么突然想到 把王府的护卫军 天左增援军呢 皇帝一改这几日的阴霾 笑着问朱仲军 朱仲军忙道 是小七教我的 他一下子就把自己又摘清了 皇帝失笑 可见 这个问题 他们没有对答好答案 而顾炎之又连忙跪下 磕磕绊 磕绊地解释说 他也是道听途说 不用猜 定是顾炎涛的主意 皇帝心想 好 准奏了 皇帝高兴的 众军为国为民 朕挤在心里 当安南国的事情平息 朕要重重赏众军 朱仲军一听有赏 立马大喜 眼巴巴地望着皇帝 他以为皇帝现在就要赏他 弄得皇帝哭笑不得 二公主好玩 我也要孩子 朱仲军立马大 可是母后说 我不能带出去玩 只有小七生的孩子 我才能带回去玩 皇兄 你让小七给我生个孩子玩呗 他又趁机提到了他的婚事 顾炎之不得不说 朱仲军果然是个会见风插瞻的人 皇帝这次 没有露出不悦的表情 他想了想到 这件事 等过些日子再说 朕答应仲军了 朱仲军忙过一些磕头的 多谢皇兄 皇帝摆摆手 让他们下去 他还要处理公务 朱仲军和顾炎之 就从乾清宫出来 朱仲军心情极好 一出乾清宫 便遇到了昆宁宫的太监长顺 两人又跟着长顺 去了昆宁宫 太后自然会问他们 来做什么的 朱仲军又把对皇帝说的话 说给了太后听 他背诵的痕迹很明显 一看就是别人教的 太后顿时将目光转向了顾炎之 眼神有点犀利 顾炎之尴尬 垂头不语 太后想到顾炎之 王日里的单纯 又想到顾炎涛 是个极度势力的人 就把责任算到了顾炎涛头上 如今这么好的机会 顾炎涛岂会放过 卢州的这六万护卫军 只怕再也不会属于王府了 太后心里一着抽搐的疼 不过短暂的愤怒与不舍之后 太后属然觉得这样也好 太后狠心地想 皇帝不变性格的话 如今还是念点清醒的 只要众军没有危害 没有军队 皇帝是很放心他的 众军也安全 众军这么傻 那么多护卫军在王府里 总归是祸害 就算有宁席帮衬着 太后也不放心呢 宁席到底不是太后亲生的 全是会让人生变的 宁席难保一直忠心耿耿 不欺负众军 想到这些 太后心里的目光 慢慢变得和软 只要众军安全 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他收敛了风锐 笑着对助众军的 好孩子 你和皇上是亲兄弟 这个时候就该相互帮衬 你做得很好 母后很高兴 朱众军得到了夸奖 就笑着往太后怀里钻 顾锦之也暗暗地松了口气 这件事比他们计划的还要顺利 很多预料会出现的难题 都没有出现 一路绿灯到现在 接下来就是宁席和孙科 谁任主帅的问题了 这件事需要孙科出马 顾锦之和朱众军从宫里出来 朱众军又把孙科叫到了跟前 反复叮嘱他如何行事 才能让宁席 自己把增援主帅的位置让给他 孙科认真地听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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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